文匿瑞拉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马杜洛同时也是总统候选人 这次呼声高渴望连任 只是这个大选结果 看在欧美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眼里 似乎很不是滋味 认为这场选举不公 马杜洛政府采取提前投票 以及试图出老千 撕裂反对派阵营 严禁阵敌参选来战胜选举 种种非法选举行为 摊在阳光下受检视 美国总统川普严正谴责 欧盟也表示遗憾 不打算承认选举结果 不过尽管各国炮火不断 马杜洛公开反驳 证明清白 长达几十分钟的澄清 马杜洛认为选举过程一切公开公正 外界过多揣测对委内瑞拉不是件好事 但马杜洛对执政以来国内经济面临空前衰退 没有解释 身为全球最大原油生产国 人民生活却面临萧条无奈 对政府怨声载道 民调显示 75%的人民不满政府 根据法新社记者实地观察 各地投票站投票人数并不多 投票率比以往低很多 马杜洛政权认为一切安好 若连任下一个六年将会与人民共创经济奇迹 要人民完全放心 但许多分析师提出警告 未来委内瑞拉情势可能更加混乱 国内云油生产量越来越少 恐怕将导致国际云油价格超越每桶100美元 国际正视这个问题 要在21日召开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 讨论如何制裁委内瑞拉 美国认为石油制裁将会是重要的一步 制裁目标是贪腐官员 也会想办法帮助委内瑞拉无辜人民 马杜洛政权画大饼 国内崩溃经济再说话 国际严正处理原有危机 新闻时事报徐伟林真理报道 国内崩溃经济 国内崩溃经济 国内崩溃经济